梁漢文 林敏聪等 这天就出席大型电视游戏节目的开进仪式 这次Edmond跟出了名爱捉弄人的林敏聪一起合作 会不会担心自己也是目标之一啊 不怕 因为已经跟他有很多合作的经验 所以就以前派系啊 然后上节目啊 已经知道他有什么方法 然后就 我觉得那个阶段最重要就是跟他一起享受 享受那个节目 因为那个节目都是关于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运动 就是足球 因为世界杯 然后就希望可以 还有就是希望大家 我们两个也好 上来玩的朋友也好 关注朋友也好 都可以尽量去享受里面的游戏 提到世界杯即将举行 原来Edmond也准备到现场欣赏球赛哦 我就会在那个决赛就飞过去那个俄罗斯去参观那个最后一场的决赛 所以就非常的期待 另外早前Edmond涉嫌罪驾被捕 案件还有几天便会判刑 Edmond现在的心情一定也很紧张吧 发生了一件事情 自己也吸收了很大的教训 但是我可以认成所有的朋友 就是将来喝了只是一口酒 一旦酒 我都会在好像飞机室一样的严格 我在12个小时以内都不会开车 对 因为有时候原来那个酒精就可能会留在身体比较久 所以就细修人这一次的教训就知道 那之后又会不会少喝一点啊 其实已经这几年已经少很多了 这一次就不说太多那个事情 但是当然会尽量减小 但是我不敢说我永远都不会再喝 因为有时候常常要回内地工作 就很多一些应酬啊都不要喝 所以就 但是我一定会尽量去减少 然后去很严格去监察自己 那大家就放心了 香港报道